那我们在地区医院的这20分钟里面呢 我们会做哪些事情 急诊医师、护理师还有救护技术员 会在担架上快速的帮病人做ABCD 这四个处置步骤 这ABCD包含A是Airway 就是所谓的气道的建立 B是叫做Breathing 是一个肺部的氧核 那C是Securation 就是一个循环的建立 包含大量的输血 然后最后是D 是Diagnosis 就是一个诊断 我们用超音波 用最软快速的帮病人做一个 是否有内出血 是否有气胸 等等的一个初步的诊断 另外藉由交班和后勤的资源 我们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医疗网Nets 我们会做哪些事情呢 包含会有一个随车护理师 上车跟着一起做转送的动作 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个医化的一个检合表 让后勤医学中心的医师可以快速的了解 病患在院前救护发生了哪些的状况 以及做哪些的处置 然后地区院的医师会电话交班 那跟后勤的医师一起讨论病情之后 利于后勤的医师做一个整备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性的原车 这样子的一个跳岛计划 其实就是一个计划性的提前通报的一个原车转正 然后再继续